在我脚下的话呢,就是黄河 黄河的水 刚开始以为没有水 对面是山西 我这个脚下是陕西 黄河那边是陕西 这边是陕西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呢 是属于陕西和山西的一个交汇处 我来的时候就从那条路开始过来的 就这个桥过来的 那边是陕西 这边陕西 但是这一座县城呢 感觉到 这旁边有一个叫白云山的景区 然后的话 这个县城呢 是在山上的 全部是在山上的 特别壮观 你看我这脚下的话 都在山下 黄河在 它这是山 它这房子也挺奇特的 都是在山上建立的 下边是 下边大家看到那个没有 这路 然后它这个全部在山上 它这个县城 要是从 山西往这对岸看的话 很漂亮 很漂亮的是 这是黄河的岔口 现在来到了黄河的最边 这是一个酒店 那个酒店那边 来到他家后院 在这个 黄河 黄河 看到没有 这是黄河 这是个酒店的后院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酒店的后院 接下来呢 我们刚才去了 看了到了黄河 下面咱们去阎云寺去看一看 好吧 这骑着小小车子不方便 我要 我要 我要调整一下镜头啊 我给大家拍一下 这个在悬崖边 这是台阶 看到没有 这个下边的村庄 都这样上来的 从这样这样走下去 一步一步上 它这个城呢 你看到没有 我现在在这个位置 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全部都在山上见着的 看到没有 这山下也有人 这是一个 一个山顶 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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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镇 咱们去寺庙看看 这摇洞啊 这摇洞啊 这个它们 村儿都在下面呢 这是悬崖村 我靠 太牛了 好,咱们接着往前走啊,接着往前走,下面就是悬崖啊,我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我要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好,来到了这个寺的门口,这个寺就在这儿, 对了前面,看到没有,这里有个寺,进去估计要收门票,我还是不进去了吧,再来看一下,下面,这有水的声音吗,哦,上面有水,水的声音,这个村全部都在,这个房子啊,它全部都在西洋阳上面建着, 一会儿我让你看一看,这路不着,这个地方呢,应该就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这个,这边这个县城的一个悬崖村啊,你看看了没有,我现在在半山腰去拍摄的,这都是悬崖,峭壁,下面是路, 下面是路,这是悬崖,看到没有,全部都在山顶,这个城市都在山顶上建着的,这下面都是悬崖, 大家,这看得到吧,悬崖村,大家看到它这个城没有,就是这样的,终于找到了,它这个城呢,这个, 一个,呃,一个原貌,都在山上,下面都是山,都在山上呢,看到没有,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是衙门和, 是衙神庙位于金嘉县第一中学院内,它由四部分组成,北面的为衙门,东面为操场,南面为监狱,东为衙神庙, 1979,1979年起归北关,玩小战友,是个小学战友了,它这个走帽就这样了,就现在这个,武城墙,我不知道上面是干啥的,水门泼像,什么意思不知道,它这个,太牛了, 我来到了,兄弟们,我来到了这个地方,这是下边山谷,还有,还有很深,它这个镇呢,就在这上面,看到没有,就在这上面, 这个上面,这永远不会被水淹了嘛, 像是悬崖,悬崖峭壁,前面是黄河,一会儿我们去看黄河, 这只路着走啊,走, 走, 下面有峡谷什么的,它的陷阱就在这上面, 我们一会儿, 手机没电了啊, 太陡了这路, 这车子没电了, 然后我让这个叔叔载我一程, 哦,太累了,推着太累了,是不是,没电了突然间,哦靠, 可是它电池还满边儿的,电池还满边儿的,但是没电了, 我操, 我操, 到山了, 到山了, 看到没有,这是开机, 开机以后呢,然后我们开始走啊, 你看,就是碳花又出来了, 只要车轮一动,碳花又出来, 出来以后,你看加油门不走,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他一直都不走, 我这正闯电了,闯了电也不中, 这才抬到我这边的, 如果再闯了五分钟,我看起走起不走, 再起不走的话,估计都是拿坏了, 这没有拿坏啊,看,